好 可能很多人呢 三餐都是在便利商店解决的 而现在抢食这块大饼呢 便利超商吹出了鲜食系列 我们带您来超级比一比 秋分时节 便利超商的鲜食专闺主角也跟着换季 餐饮产业整体市场规模上看3000亿 抢食早餐市场 ZV11的三角饭团类 首次推出包括沙朗牛肉 鲑鱼卵等顶级食材 以及运用四川辣豆瓣酱和酵烧酱调和而成的 双酱鲑鱼口味 热狗饱要加热吃 古早味饭团则必备葱花和宝胆 那我们今年的话就是把这种蛋的概念 运用在我们的中式饭团里面 群家便利商店的米饭系列 入秋之后也有新鲜味 除了特定期间推出均一价22元 更加入日系的盐渠元素在其中 夏天转秋冬的时候 口味会从清淡转成浓郁性的 跟日本就是现在最流行的热门食材 是同步流行的 锁定外食足 还有午晚餐便当同版加购价方案 10元可以买到蔬菜 20块有茶品汤类 30块更有卤味搭配 莱尔富则是推出泡面系列自由配 加1元有茶叶蛋 5元就可以加购买到关东煮 持续迈入深秋 超商的鲜石大战 正在火热开打 记者李婉婷王志文 台北报道